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简单的分数处法应用题 我们先来看一道题 有六名同学在跳绳 是操场上参加活动总人数的九分之二 操场上一共有多少人在活动呢 我们可以取一张长方形的纸 把它平均分成九份 再将其中的两份涂上阴影 表示九分之二 也表示六个人 那么一份就是三个人 一共有九份 所以操场上一共有三乘九 二十七个人 我们也可以画线段图来帮我们分析 根据有六名同学在跳绳 是操场上参加活动总人数的九分之二 这句话 我们知道操场上的总人数是单位一 用一条线段表示操场上的人数 它是单位一 把这条线段平均分成九份 其中的两份就代表跳绳的人数 它占单位一的九分之二 有六个人 球一共有多少人 结合线段图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关系式 动人数乘九分之二 等于跳绳的人数 根据这个关系式 我们可以列出相对应的方程 解 设操场上有X人参加活动 九分之二X等于六 X等于六除以九分之二 X等于六乘二分之九 X等于27 所以操场上有27人参加活动 同样有了关系式总人数乘九分之二 等于跳绳的人数 根据成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总人数应该等于跳绳的人数 除以九分之二 所以可以列出相应的图法算式 6除以九分之二 等于六乘二分之九 等于27人 由此可见 解决问题时 画图列出关系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就根据一些信息 试着列出关系式 今年小明十二岁 是妈妈年龄的三分之一 这个是小明与妈妈的年龄进行比较 妈妈的年龄是标准 所以妈妈是单位一 列出的关系式为 妈妈年龄乘三分之一 等于小明年龄 我们再看一条信息 一种电脑限价比原价降低十五分之二 正好是九百元 这个是现在的价格 与原来价格相比较 所以原来的价格是单位一 降低的正好是九百元 所以可以列出等量关系式 原价乘十五分之二 等于降低的 也就是九百元 除了这个关系式以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 降低的九百元是限价与原价的差 列出这样的等量关系 原价减据限价 等于九百元 或者限价加上九百元 等于原价 在进行信息的分析时 找到标准 也就是确定单位一 最重要 一般来说 一个量与另一个量 相比较时 是比占 相当于的后面 是单位一的量 你记住了吗 现在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